所以请各位待会到云端上面的第五个单元 串列字典档案跟资料 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又更上一层楼了 前面其实都是一些基本的程式与法介绍 那后面的话就真正你要能够在资料上面做应用的话 或者是说你有大量的资料 你要把它引进来的话 你要能够放哪里 要怎么样读 要怎么样写 要怎么样去做后续的处理 那其实都跟这个单元非常有关系 尤其是资料数量大的话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的话 其实就第一个 我在这边有个表 反正这个list里面它有很多方法可以用到的 那其实串列 我前面有讲过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清单 那其实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可以写到像VBS直接可以写到e-sale里面 你写进去就存起来了 OK如果你要读的话你就把它读出来 像我们前面有个Minds CAI有没有 其实也是一样一到十二月你可以放进去 你也可以写出来 但是在Python里面因为它没有e-sale 所以它怎么办 你要放东西 它没有地方放 那放哪里 放串列 所以首先这个地方 这个单元 我们主要就是了解串列的使用方法 那个概念 其实如果你假设很抽象 你可以想象成 它就是一个e-sale的某一栏 那你可以一直放 反正一直往下放 放资料 那可是问题这个地方的重点是 我如何把资料放在串列 并且把它读出来 然后可以做一些运算 比如说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刚刚有用到的 中国阿谷有没有 这边有相关的一些用法 那并且这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用法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把资料写到串列里面去 这边的话有个append 另外的话我要怎么样产生一个空的串列 可以放资料 待会我们会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这边有个例子 我希望能够输入成绩 并且当我输入负一的时候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 我需要有一个练习 有一个输入成绩的地方 那这个输入成绩的地方的话 跳出请输入学生成绩 它有点像一个无穷回圈 那我enter第一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 第三个成绩 以实类推 假如说我大概就输入几个成绩 可是我一个条件是说 当我输入负一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我负一 enter 那就表示我要离开了 我不输入了 就是负一就是结束的意思 那我需要得到什么呢 第一个帮我计算 这个里面有几个学生 比如说我前面输入四个成绩 有四个学生 那帮我统计出 这四个学生成绩的总分和平均 平均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OK enter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我希望最后得到说 共有几个学生 几个学生我怎么做 对不对 其实这边你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第一个 你要能够放资料的话 你要先产生一个空白的串列 第二个的话 用append把资料加进去 第三个的话 就是再把资料读出来 而且这边的话 如果要算几个的话 可以用LEN 我刚刚有用到LEN LEN就是算这个串列里面 有几个资料 不过因为这一题比较特殊 就是因为我加一个负一 所以等于会多一个负一存在里面 另外的话就是再把里面的资料 把它的总分 总分就是把这个串列 全部累加在一起 要避开负一 并且把它全部累加 再除以什么 它总共 总长度要 它要减一 因为多一个负一 就可以算出它的平均 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我大概说一下 我们要如何产生一个空白的一个串列 所以 这个 这一题的观念就在这里 我如果要初始化一个串列的话 假设叫Skull 等于什么 这个叫空的串列 意思说里面没有放任何东西 那我们前面有一个叫空字串 有没有还记得双引号 就是里面是放文字的 那如果你要放资料的话 有点像我先初始一个中瓜糊 那接下来配合什么呢 配合一个什么 append append把资料放进去就可以 所以底下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我先初始化它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得到一个清单了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怎么样 我又total total就加总 我先把这个变数建立起来了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什么 还有average 平均 等等的 然后底下的话我就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 就是当这个ins go ins go就是我输入成绩 如果不等于负一的话 那它就继续跑 OK 那我就是输入什么 第一个输入成绩 我就把89分输入了 那我怎么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ins go里面 关键来的就这一行 ins go里面有一个 ins go它就是一个什么 串列 它底下会有个方法叫append append的意思是说 我要把这个成绩 帮我存到那个串列里面去 所以append之后的话 我就把我输入了这个89分 把它放到append的瓜糊里面 然后它就帮我把它放进来 所以这个放进来之后 就变中瓜 然后我把它空的它就变89 下一个在append的话 豆点就变87 一之类推了 这个太难写了 点点点点 最后的话 可是最后会有个负一 负一的话基本上也会被写进去 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80 这个87 然后98嘛 然后就是95 95 然后这边的话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负一在这里 但是我希望算出几个的话 那我后面就可以把这个LEN 所以底下的话呢 我就跑到什么呢 当它等于负一了 所以最后的话我这边输入负一 然后它得到负一了 然后它怎么样 就可以帮我把 诶 printer 第一个 共有几个学生 那我可以用LEN 这个scope就可以了 然后特别是用LEN 刮5L 但是我后面必须减一 为什么减一呢 因为会多一个负一 负一把它存到串列里面去 所以一定要减一 另外的话总分的话 我就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就是什么 for LEN 到这个串列的最后 一定要把它减一 因为最后那个负一 不能加 或者是你加总之后 减一也可以 因为最后会多一个负一 然后把它累加 累加之后 然后平均的话 就是把它total除以 总共几个人减一 因为最后那个负一 所以这一题其实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干脆不要把负一存进去 这样其实可以减少那个 还要减一的问题 不过这个可以改写一下 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在那个我们的 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五单元 然后稍微看一下 大概list里面有哪些方法 并且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范例题的逻辑 并且在你们的专案里面 新增一个 也许按右键 新增一个module 我这边叫做 列席题叫做输入成绩 然后就试试看 也许就是 把这个里面的相 这个对应的那个 这个变数先产生 然后把词给丢进来试试看